五花肉你别老吵着吃了 你像我这样做 一上桌都抢着吃 五花肉咱们先把肉皮用火烤一下 这样他没有油泥味 然后刷洗干净 块大你就在中间来一刀 这样熟的快 凉水下锅 加葱姜大料 再来点料酒去腥 开锅扣盖中火煮20分钟 煮好捞出来 不烫手了 咱们切成薄一点的片 你都看到这儿了 能给老爹来个双鸡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谢谢大家 切好摆到一个深一点的盘里备用 完了你找一个碗 加一勺半肉汤 再来大半勺酱油 再来点十三香 咸盐味精 加点豆油 完了你再多来点葱花 能吃辣的你再来点干辣酒 搅匀以后咱们倒入摆好的肉里 用保鲜膜包好 放到蒸锅里上汽蒸半个小时 这不就行了吗 老是蒸肉你就像我这么做 一上桌盘的都能抢丢了 一天想不起来吃啥 你就关注我